弥勒佛是苏婆世界的未来佛 能够帮助众生得到 农历正月初一是弥勒尊佛圣诞 弥勒尊佛是众生的未来佛 即将在未来下生人间广度有情 时间很快又是新的一年 那么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新年的时刻 是弥勒尊佛的圣诞 弥勒尊佛是我们的未来佛 即将在未来下生人间广度有情 现在弥勒尊佛正在多帅净土 多帅内愿说法利益众生 不过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都是过去久远以来 已经和弥勒尊佛结身后的因缘 所以在佛经上也讲 释迦摩尼佛为度尽的众生 在未来都是在弥勒佛的座下 能够得到能够成就解脱涅槃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佛弟子能够自心的称念 拿摩当来下身弥勒尊佛这个圣号 然后和弥勒尊佛结更深厚的因缘 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大家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吉祥如意 不会增长到业精进 弥勒尊佛 释迦摩尼佛未度尽的众生 未来都是在弥勒尊佛座下 能够得到解脱涅槃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普 南投采访报导